要健康 要诚实 要理财 要学习 要Fashion 我要你很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要你很好的节目 那其实呢 在我们节目开播这么久以来 大家可能可以在节目上面听到一些医师的朋友 就是有讲到说 对于长辈朋友来说 其实交朋友 社交 还有走出家门是相当重要的 对于他们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上呢 都有非常好的帮助 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讲的就是关于社交的这个议题 我们请到了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高雄服务处的社工员 温红玉 红玉在我们节目上 欢迎 Hello 好的 红玉 那我们想先请问一下 社交对长辈朋友的重要性是什么 OK 好 其实长辈啊 大家都知道 长辈在迈向晚年生活的时候 在身心各方面都会有许多的变化 对 所以他们特别需要我们晚辈或是子女啊 更多的关怀跟陪伴 尤其他们会遭受到 除了身体方面可能渐渐衰落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哇 早年可能是叱咤风云的人 对 一条龙 对 但是到晚年的时候会发现 自己什么什么都不行了 可能会觉得慢慢的觉得自己没有用了 自己会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感 对 然后可能开始会觉得 那我不要出门好了 我可能哪拐杖不好看 我就在家被电视看就好 他可能就慢慢的不想出门 然后社交这块就会越来越弱 但他越弱的时候 他越找不到人可以讲心事 找不到好朋友啊 邻居讲心事的时候 他可能会因此 又可能会因此闷出病来也不一定 对 真的 尤其是有些时候呢 我们晚辈虽然想要关心 但是白天大多数都不在家 要上班 要上课嘛 所以真的很难实时的去关心到我们 家里面的长辈朋友 所以这时候交朋友就相当的重要 对不对 那到底有哪些管道可以帮助我们 长辈朋友多交朋友呢 OK 好 那在开始之前 那我就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高雄 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高雄服务处的社工 我是洪玉 对 然后其实我们宏道在做 有很多有关长辈社交的一些活动 对 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呢 是在1995年3月在台中成立的 对 那我们三大的核心的服务价值 是弘扬孝道 社区照顾 还有不老梦想 那我们目前北中南呢 有13个办公室 然后有33个志工站 然后借此串联起全台的 长辈的助脑的能量 也希望可以带给 目前啊 每年都有带给 两万五千多人次的长辈 各种的服务及感动 对 然后希望可以借此的 也可以倡导陪伴长辈的重要性 然后可以发挥微笑的力量 微笑不只是带给长辈微笑 而是透过你小小的微笑 笑道的力量 然后带给长辈更多美好的笑容 对 其实最近刚好 Miko在看一本书 然后他里面就说 笑是可以传染的 是的 对 所以呢 只要让长辈朋友 一点点的微笑 然后他可以感染到 他身边的晚辈 那也许晚辈去上班去工作的时候 又感染了其他的同事 是的 对 那这种是一种散播小小的种子 然后呢 把开心带给更多人的一个象征 那回到刚刚的话题 洪玉我们有哪些管道 可以帮助长辈朋友多交朋友 好 我目前 像洪玉所知道的 全台湾长辈的服务 尤其政府在推动的是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就是在卫生福利部社家署底下 目前继续推动的是 这几年是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就透过全台湾 就是社区 可能社区发展协会 或是个人的组织啊 或是一些社团法人 然后来主动来 邀集在地的长辈 然后把长辈带到 定时定点来做 这样子的服务 那其实据点的服务 很特别是 它有四大功能 有健康促进 然后电话问安 关怀访式跟共餐服务 希望借由这样子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 所以这样子的关怀据点 是全台湾目前都有的 对 然后洪玉跟你们分享 一个特别的数据是 你知道全台湾 现在有几个村里吗 几个村里 这太难了吧 对 有7851个村里 7851 可以盖一所小学了吧 对 你知道吗 那7851个村里里面 有几个据点 照道理说 是不是应该最好是 一村里一据点之对 对 对那目前呢 全台湾的据点 只有2563个 所以还是有一些落差 所以我们也是还在 积极的鼓励 政府也在推广 就是希望一村里 都有一个据点 所以现在这个关怀据点 越来越多 那未来努力的目标 就是希望每一个村里 那大家都可以就近 方便的 我是某某里 然后我就来这个里的 一个关怀据点 去那边活动 去那边就是上课等等的 那为什么当初要成立这个社区关怀据点呢 因为大家希望说这是叫预防照顾 像前端这个叫预防照顾 像长辈如果预防照顾做得好的话 我们很期待说当长辈可以来到据点上课 针对他们的身心需求 甚至他们身心需求顾好用 让他们去达到圆梦 以及心理的成就感方面 希望可以借此延缓长辈 进到医院 或甚至进到养护机构的时间 也可以为台湾来省下很多医疗 跟医护的成本 这是我们期待的 所以这个长辈朋友 其实到了关怀据点之后 他就可以进行学习 然后又可以进行社交 交朋友 很开心 而且其实交的朋友又都是同一个社区的人 不会太远 就是说你想找他 你想联络他的时候 找不到 不晓得他在哪里 就不会这样子 甚至有些 我们红玉区访问过 或是陪伴的社区 有些还是母女 因为满65岁就可以来到据点 因为满65岁就是所谓我们的长辈 然后就可以来到据点 然后有些我看过母女 就是妈妈满65岁 也牵着她的妈妈 就是妈妈牵着阿嬷 她们都满65岁 一起来据点教师来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 很开心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红玉也带了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 现在坐在我们红玉旁边 我们是请红玉来介绍一下她 好 接下来我们邀请的呢 其实我们会有机会邀请到淑眠姐 她是我们台南玉井区的沙田社区的志工队长 因为有这个机会是因为有经典奖 那经典奖其实所谓经典那个点是终点的点 终点的点 今天讲其实是政府卫生福利部社会家社会及家庭署 在去年开始第一届就希望借由全台湾在做据点 长辈服务的伙伴可以永远的来报名 然后来接受表扬 所以淑眠姐她们刚好是去年第一届的入文 并且有获选的伙伴 然后因为她是去年第一届嘛 那今年一开始叫第二届咯 所以希望借由淑眠姐这样子 像她们这样第一届有得奖的伙伴 然后来担任我们的总址的分享的小老师 以及经验传承大师 来去到许多单位许多企业 许多组织 许多媒体单位 来跟大家分享据点 以及长辈服务的小故事 好 那我们就欢迎淑眠姐 Hello 嗨 大家好 还有听众好 很荣幸的接受了红道这边的邀请 来做种子的分享 其实我很荣幸 很雀悦的说 要把我的经验值分享给各位 关怀据点的照顾伙伴们 好高兴 好开心 那淑眠姐是不是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他的服务特色是什么 他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长辈朋友走出家门 在我的区块里面呢 我最基本也不是因为有所目的地做这个区块的服务啦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农村嘛 大家知道农村里面现在都是也会有少子化 也会是农村里面住的人呢 不是年轻人啊 都是老人跟一些学童啊 是 可是呢 学童去上课呢 老人家在里面做什么呢 前面的红友讲过 可能给电视看啦 可是我也是将近五十好几的一个队长 当我知道说我的村里呢 很多老人家呢 真的没有 除了去他的农地呢 更农以外回来 早上四点半出门 九点都回家 在家给电视看 而且他的三餐呢 是简陋的 我们住了这个关怀据点的区块以后 发现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农村的老人家 一些什么服务呢 让他们走出他们家 互相有个聊天的地方啦 或者说 早午茶 中餐 下午茶 休息的地方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 十二点据点呢 就提供了这个服务 当初呢 是用简陋的方式啦 只提供了 让他们来这边走走啦 聊聊天 就等于提供一个区域 让他们来 后来发现说 他们没有家人在家煮午餐啦 我们是不是 透过什么机构给我们服务 或者是一些 简单的费用呢 可以提供更多 长者来到这边 想有更多的服务 所以我们呢 在台南市政府的社会局 提供一下 有着关怀据点的 私务费啦 就可以提供老人家 可以简单的点心啊 茶水啊 还有一些 医疗的转介 还有说 像一些爸爸妈妈 在农村里面不太适致啊 有些想要医药的了解 他们都不知道 这药该怎么吃 他们买了很多 花很多冤枉钱 买了根本对他们没有用的 一些 那些药品啊 他们可以拿到我们这边来 他们帮他们做 药品的确认啊 或者是说 一些 他们书信上面的 一些重要的 书信的 帮他们练信 因为有些 长辈朋友可能 中文字认识的 不是这么的多 对对对 而且像中央的书信啊 他们说 上面是写什么啊 你可以跟我看一下吗 或者是说 可以帮我打个电话吗 我需要 我想跟我的孙子聊聊天 或者我一些 讯息 想跟我的 媳妇和儿子 让他们知道 我现在在哪里 他们也许打电话 到家里会找不到我 我跟他们讲说 我在这个沙田据点里面 有人可以陪陪我聊聊天 或者说 中午有准个简单的午餐 跟我共享 跟我们聊些 我想今天我买了一双 很漂亮的鞋子 没有人跟我分享 说我这样好不好看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沙田据点呢 里面让你长辈 有走出他们家们的动力 我今天去没去 是不是那些人会许念我 最主要是这样 就是让他们 有另外一个归属感 因为在家里面 他们可能只有一个人 然后而且呢 其实长辈 他们很容易乱想 这个Miko有亲身经历过 因为以前我阿嬷就是 自己在家里面看电视 尤其呢 那个八点档 又演的实在是 让长辈朋友 就是会 哪看哪想 我们怎么会这样 然后就会 开始在那边 胡思乱想一大堆 然后想说 我的晚辈会不会也 就是觉得我是负担啊 还是什么的 他们开始会想这些 其实晚辈没有这些想法的 那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 社区关怀据点 那他在那边多交朋友 他也会觉得说 自己生活上 好像又多了一些的重心 对啊 尤其我们据点有一个 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 我们有做垃圾桶信箱的 这个地方 什么是垃圾桶信箱 这个在我们台南市社会局这边 我们非常有名的 因为呢 提供长辈呢 吐露心声 哦 心灵的垃圾桶就是了 对对对对 不是把垃圾丢进来 当然不是哦 那长辈呢 来社区这个据点呢 帮我们做支援回收 但我们成为他们 心灵的垃圾桶 因为可能有些话 对儿子媳妇不敢讲的 对长辈婆媳 公公不敢讲的 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地方 来吐露她的心声 她只跟我们讲说 哦 淑敏啊 我跟你讲这些 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哦 我说好啊 什么事呢 哦 我今天怎么怎么怎么了 可是呢 当她讲完这句话 掉下眼泪以后 哦 她跟我说 我今天心情好很多 我想吃饭了 你要不要煮面给我吃呢 我说好啊 好可爱哦 对啊 她说 因为我在家呢 不知道跟谁讲这些事情 而且有些事情是 对家人所不能讲的 对 可是不吐不快嘛 她心情很郁闷呢 嗯嗯嗯 我说我在家摔破了好多个杯子 对他们出气 可是呢 有你呢 让我讲一下话呢 我心情变得舒畅很多 而且呢 我也觉得 我回去可以面对 我的家人这些事情 那当晚我们可以听到说 哎 如果可以的话 做稍微的 跟他们心情疏解啦 嗯嗯 其实家人没有很特别的用意 他只是随口讲讲 你不要很在意啊 嗯 也许他拿这些东西给你吃呢 他是非常有孝心哦 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你回去要跟他讲说 谢谢你 我爱你 嗯 这样子 嘿 其实呢 就跟我们年轻朋友 也会觉得 有些话和爸爸妈妈说 有点 哎呦 你知道 怪怪的 那其实长辈朋友 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 对啊 对透过了像刚刚淑年姐说的 社区关怀据点 其实有朋友听他们说话 那有些事情就是讲出来 他也没有要干嘛 只是不想憋在心里面 越憋越难受 讲出来就没事了 对啊 那其实在这边 有人听我们长辈朋友讲话 我们也会很安心 对啊 呃 成立一个据点呢 我觉得最大 好处也是说 让 不论是像三代同来啦 或者是一代 他们都有个地方 就像一个村里 每一村有一个爱的地方 然后我们觉得 哎 我至少还有个地方可去 是 好 那我们谢谢这一段 淑年姐 还有红玉的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节目继续回来哦 谢谢大家